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跌35点 跌75点 国企指数 跌68点 报9302点 带肆成交有1167亿 Stanley 做节目的时候 下午港股也跌多了 看到跌180点 也创过今年5月以来的新低位 看回市场都是靠油邦、中电、煤气等等升 是不是总括今天讲的表现 都是用一个弱字来形容呢 都不是现在这一刻的弱字 你可以说不经不觉 以大事去看 原来已经是连跌第四个星期之余 今个星期的跌幅其实是更加大的 如果你计算今个星期来计算的话 原来恒指是跌到差不多成千多点 也有点好像又不太觉那样 跌下跌下 其实是 真是不经不觉那样 所以如果以走势来看的话 那会真是弱的 也真是会不会有机会 可能再次5月份的时间 你说大概是2万3千、2万2千5的低位呢 机会我觉得都颇大的 不过你说现在因为始终下星期的时间 其实都得过3日市 还有无不遂 变成了市况其实都 程度上应该会剩下一些 但是这一两天的时间都是关键来的 因为也是那句 大家都是看着中美的关系 究竟是什么状况 还有看美股今晚 看看那个日子是怎么样 但是因为始终这一段时间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利好消息 所以那个大市似乎都是 就是要弹的话就难的了 但是问题是看看有没有机会 可能2万3千这些位置到呢 可能暂时叫我在那些市场 选还是先都看有没有机会 但是始终后市都真是不乐观的 所以尤其是我经常都说的 当你说开始到9月底 10月的时间 因为你预了一个市况 都会比较上是错的了 特别是因为都会也是 中风变亡 大选这些因素 所以其实某程度上 大家入市都是要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不过今天的焦点 都是要继续讲一下恒大 恒大是类别的 今天股价都是继续看着 内地网传中国恒大 就向这个广东省政府求救 有一些重组的传闻 就说它现金流断裂等等 看到有消息 就说其实外电又说 最少有两家银行 已经停止向恒大 受出这个信坦额洞 不出奇 会不会说今天虽然跌这么多 恒大汽车都跌一成二 恒大都跌差不多一成 接下来 其实还有机会跌得再深一点 其实是美市的时间 它的跌势 跌得比较少一点 如果你看看全日的时间 那个表现 真的挺可怕的 当然你说 又这么说 今天这个消息 某程度上 这一件事 本身是真还是假 当然公司又出了一个澄清的通告 所以你当它是 我当它是假 那就可以了 我们先算 但问题是 恒大的负债高 这一件事 是一个不真的事实 即是连算里面 怎样去讲也好 这件事 大家知道 是的 而且也可以说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恒大的股价 那个比较负面的原因 都因为本身 要负责比较高 这个缘故 所以你说之前 可能因为市场气氛 都比较好 大家也都可能 不必太在意这一件事 但是即使这样也好 恒大的股价 那个下跌 也都不是现在这一刻的事 你看到之前的时间 自从7月中 看到高位之后 不断的跌下来 都会挺厉害的 你以为高位计的话 回到差不多五成有多了 其实也和我们来地方面 有一些新的规定的关系 因为之前都和大家分享过的 我们现在有一些规定 就是说 如果那些企业 本身的责务比较高的话 它的当务资金 就要减债 还有就是说 真的要去那一条红线 所以这些负责比较高的公司 就以恒德为例 你不断地去减债 但问题是 始终它的责务相对比较高 所以你要减的话 第一 都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第二就是说 公司未靠好像 买楼促销 不断去减减买楼 之前我们都笑过 说七折卖楼 这些东西都说过去 但另一方面就是 虽然公司不断地减债 但问题就是 始终 它那个资金链 断这些东西 大家是担心的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其实恒德本身 你要总结一下这次的状况 就是 假设 你纯粹 你卖楼的话 其实你好像 大家可能那个担忧 你只要很大 但问题是 你恒德 百足这么多 而且很多基本上 就是 也都是没有 有很多的业务 你还终于投资期 而且就是说 因为本身之前的时间 例如中国的地产业务 在内地上市 有个深深房的重组 但是搞了这么多年 搞了差不多第四年 都还没有消息 但是问题就是 你和很多公司之前的时间 都签了一些协议 就是说 你要在下年一月尾的时间 你要上市 所以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是很复杂的 但是有件事 比较上是一个现实情况 就是说 始终公司的股价也好 公司的业务发展前景也好 其实不仅仅是他的 恒德 汽车也是 就是这个情况 就是说 不理想的 所以你说现在这些位置 你要拨不拨去呢 我就不建议大家考虑了 甚至乎 真是如果现在这一刻 都仅是 拿着货的朋友 你没有 你要弹的话 真的都要走货 因为始终公司的业务 的前景 就很明朗的 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 就是说 公司不会说 真的去到很不够 就是会派产那些 可能就不会的 因为某程度上 它都叫做 大家不能倒 应该按道理 但问题是说 这个大家不能倒 不是意味着 就是说 它会很好 可能你死不去 不可以 很好的 所以如果出现这种状况 的时间 不要拼着 不过也想问 Stanley 因为看到今天恒大的消息 其实都很影响内房的表现 我绝对是 没错 是的 融创都跌得特别多 跌超过半成等等 是的 其实是不是恒大 譬如它会影响着 那个发债市场 其实是 是的 会不会影响其他企业的融资渠道 其实都会 因为如果你看回今天 我们有很多内房的股份 融创是一个例子 因为你看到融创股价的表现 你看到它的股价都跌了下去 一些比较多 甚至乎 除了融创之外 其他很多的内房股 其实股份表现都是差的 一中都是 因为你刚刚提到的 就是说 看到恒大那些债 那些债的债的债价 跌得很厉害 是的 我相信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很多内房的债 都有相对次的情况 特别的本身 因为很多的内房本身 我们发债比较多 那些高息债 很多就是说 可能你本身的债务 的情况都是不乐观的企业 所以有机会好像 火烧掉人船 一间 你可能说 可能贡价跌下去的时间 其他那些都会掉下去 所以我们对内房这个板块的影响 其实都要替代 不过要继续继续观察 还有就是说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内房股这个板块 在未来这一段短的时间 应该就真的 都会挺个别发展 甚至乎可能会比较差一点 所以如果大家本身 现在这一刻没有货 其实没有前路上 我都会觉得 都可以再等等先 嗯 好啊 少少时间 讲新股909 好啊 今早上市 其实比招股价 16.5 看到今天收市 30.7 其实都升了8成多上来 好意外 是啊 会不会令到新股市场 其实现在是玩新股 好过玩其他 好像 刚才你见过在看手机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明远运 这个业务的情况 真的那么吸引 是 其实一般 不过你可以说 就是主打住那些 类似是 SAS 或者CAL 这些概念 就是这些呢 基本上就是 你当是一只叫ERP 解决方案 还有这个 做一些SAS 这些产品 最主要就是说 是一些 专注中国房地产开发商 和房地产产业链 这些公司 专业的业务 专业 这些产业 你说好还是不好 也都好老实 我觉得其实 你这个业务的特性 是不是很强呢 一般 因为我觉得 其实你做ERP 做一些SAS 这些呢 其实你这个客户是哪一个 也不重要 你自己设定一些东西 所以我又不觉得 这个特别是一个卖点 但是问题就是说 就是觉得 这一只小新股 概念又重一点 我说一句 都是刚刚上市 有些个别的炒作 这个是不奇怪的 但是问题是 即使你说 今天它的股价 升得那么厉害 也好 那你说是否等于意味着 新股价值得炒呢 那真是很理解 因为大家都知道 新股市场 甚至好像新股为例 真是那个表现 都真是这段时间 很个别 很个别的 所以你说 有个概念会比较好些 但是即使是这样也好 你见其他那些 我们上过去试了一群的 AS AS 那些部分 今天来说 表现都做得不那么理想 是 都是比较差 所以变成这一只 我建议一下 有货的 他先赚的 都是走去先 安全为常 是的 好啊 也谢谢Stanley 和我们这么详细的分析 我跟你申报 有没有持有以上提到的部分 都没有持有的 好 谢谢 今集的节目时间 差不多了 和Stanley就聊到这里